天剛亮 阿翔騎著我的小白牌 來一趟小小的旅程 今天也是中秋連假的第二天 這個網紅的景點就在我家附近 我都沒有去過 剛好來試看看 傳說中的外星人基地 Let's go 阿翔蠻喜歡早上騎車的 因為非常的舒服 吹著涼風 看大陸兩旁的景色 一點一點的過去 有一種讓心情放鬆的感覺 台詞線就在 我家的旁邊 要從北或南都蠻方便的 等一下的點是在 新堡 國小附近 因為是連假的關係 早晨的車輛 比較少 一個的 清晰的 燈 是還沒有寫 的 從小就蠻喜歡騎車到處走走 剛好有這個機會 可以騎車 就試試看 拍一下影片 剛好這個三角點的話 表示說快到了 就到此為可以騎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好停红绿灯 休息一下 等一下 右转直走 这条路算是蛮好齐的 路蛮直的 但是进入村庄里 记得 车速放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新宝国小就在右手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快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又转歪了 其实在远方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目的地 外星人基地 外星人基地 也就是小型的风力发电 基地 因为很多 的主神 这样是很壮观吗 这样是很壮观吗 哇 哇 看一下看一下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我能在外太空人基地 各位观众我能在外太空人基地 各位观众我能在外太空人基地 那我要回头了 各位 各位請訂閱 按摩翔TV 按讚和分享 掰掰